大家好,今天我们接着讲《道德经》第35章 知大象,天相网,网而不坏,安平泰,月月儿过客旨,道之出口,但乎其无畏,视之不足见,听之不足闻,用之不足记。 那么,在讲详细的《安文解字》,讲这个35章以前呢,我多少啰嗦一点关于人和道之间的关系。 那么,道呢,就是一个规则,那个规则,那肯定是要有东西也好,或者什么物也好,去制定。 那么,我们人呢,就是这个道的制定者,创造者。 我们创造完了,我们又来到这个物质世界,跳入道中。 这就是说,我们,我们也跳入道中,就是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规则,就像我们一个国家,打一个比方说吧,就是说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。 我们法律,严格意义上来讲,是每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,人嘛,我们不去搞其他的动物啊,人,那么,去共同制定的这个法律。 那么,大家都必须遵守,道理就和这一样,我们这个共同制定了一个规则,叫做道,完了以后,我们又跳入这个道中,接收道的约束。 这个,也是这么一个过程。 所以,有人认识到说,这人生如戏,当然人呢,这个层次呢,是领长力的顶端了。 就是说,这个,我们作为一个本性的东西。 那么,祖宗,我们叫人,现在我们正常的人交流的时候,就叫人,起了这么个名字,在物质世界里头。 那么,上一章,大概前几章吧,老子也讲了,诗之有名,就是说,从那地方,完无有了有名,完了有个解释。 那么,我们也就,也可以叫义,我们中国人啊,我纯粹按中国人,这个中国祖宗所发明的言辞来说,那也叫义,义是,义义,呃,就指着背后那个真实的东西。 我们叫我,当然,这都可以替代。 那么,我们也不是一步就走到,啊,可以跟人去结合,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存在的,我们是要从一步一步走过来。 哎,就像我们上学一样,啊,一年级,呃,成绩合格,二年级,一步一步走到最后,我们是要毕业的。 人呢,就是面临着毕业,但是人,有了最大的自由度,根据道的这个规定,那个道的规则是很广泛的啊,就是说,大概这么一个脉络,就是说,也容易再滑,滑回去。 就所谓的打回原形,嘿嘿,你,到了人,你往前,继续前进,走,啊,你就完成了你的使命,你走不行,抵御不了诱惑,啊,摆脱不了自私,不能做到公平,平等,那你还要再回到某一个原时期,就所谓,佛教讲的说,六道轮回,或者怎么回事,那是,啊,确实,祖宗这么讲, 那是有道理的,那么我这只是大概跟大家讲一下,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制定的这一个规则,呃,那么我们每一个来的时候,从这个,啊,曹吕虫,啊,到细菌,曹吕虫一步一步走到人,这个过程当中,我们就相当于升级了,我们是一点一点一点去认识到这个道,只有道了人才能彻底认识到,你比如说,在这边上了类人缘, 说,说进化论,咱先不说进化论,对不对啊,那么前面一个类人缘,达到类人缘的级别,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明白到,就哪怕你活得,再明白,你也不可能,只有做到人,但是做到人的过程当中,有更多的诱惑,看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,如果不行,那就是再回去,你反正慢慢做呗,总有一天能做到, 那么这里的呢,老子也是在这,向我们传递一个这样的信息,为什么我今天啰嗦这些呢,就是说,便于我们 理解老子,这个,这些话的,这个,真实的含义,那么 希望能有帮助,好,我们就接着讲道德经,啊,三十五章,志就是掌握,把持住了,大象,大象就是大的现象界,那么就在这指整个物质世界的背后的东西呢,就是说,呃,这个,大象嘛,呃,万象,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,就是道,它是根据道, 来产生的,那么,在这直大象就只是说,掌握了道,就是把持了道,或者说,呃,不能说彻底掌握了吧,就说,呃,把持住了,你掌握多少就多少,你真实的东西,嗯,要一点点,你可能一下子全部达到,那么天下,往天下这里就是指人类,这个,最高级灵性的, 出于最高级的这个灵性的级别,那么,往就是趋向,啊,心智所向,行为往,那么,这个,天下就是人,就会心智所向,因为什么呢,我们既然是政策的制定者,规则的制定者,我们跟这个,到达人这个层面上的时候,我们这个真心本性里头都有一个,啊,原本,啊, 人人都有一个原本,就是那个道的原本,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头,只不过我们,呃,由于自私,由于不平等,呃,摆脱不了一些自私的欲望,而掩盖了而已, 那么,一旦我们开始慢慢去发现它,那么,我们会有,回家的那种趋势,就是,回归,原本大道,就是,我们每一个都是分,分道也是大道,就是,那种趋势,想回归的一种趋势,就会叫,叫,人呢,就会,啊, 心知向往,啊,那个,打道,那么,往而不害,安平泰,越越而过客止,往,就是,你驱往那个地方呢,不是说,啊,去嫉妒,我们到那儿去比划比划,去,去,去比赛比赛,去比一比,谁的境界更高,不是,而是,他不会嫉妒,就是说,这个害呢,就是害,呃,就是嫉妒,就是一种不尊重, 那么,当然不是说,拿刀去要生命,那当然也是一种害,没有那么粗俗,就是,大家都会,就是,不会去相互防,啊,不会去相互嫉妒,安平泰,就会创造一个,安逸,平和,啊,太广,啊,太稳嘛,就是太广的一个环境,那么,其实呢,老子就是在向文描述,我们原来来的那个地方,就是安平泰,那么,在那个地上呢,就是,因为, 他只能用我们物质世界的这种语言和感受,去描述那个地方,真正那个地方,实际上呢,名字是什么,也没有名字,不像我们现在说的名字,那么,啊,美妙的音乐,和诱人的美食,啊,乐,音乐,就是,耳朵,听着舒服,啊,音乐,嗯,你不听不如就要杂音了,噪音了,而,而就是,吃,吃,吃的饭食,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吃饭食,也不需要听音乐,但是呢,用物质世界来描述那个地方,就是,我们有,啊,美妙的音乐,啊,有人的美食,过客指,过客是指滚滚红尘里头的过客,我们这,一个循环,一个循环,一个循环,就是过客,物质红尘里头的,这个,行者,啊, 我真实的,我们自己的工工人当中,路过,叫过客,指,你就会停止了,因为你治大道了,你掌握了大道了,那么,你就会回到家了,那么,他这个描述,就是说,就描述了我们,用比喻的方式,描述了我们人,来到这个世界的,这个,目的是什么, 那么,从哪来,就从那个地方,啊,还没描那个地方来,那么,我还没要回到那个地方去,他其实就是隐含着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,那么,但这个问题呢,实在是用语言用文的描述呢,肯定是不确切,比如说,我们真正所处的那个地方是,你没有形状,但是你能感觉到的存在,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出来, 实际上,大家碰到过这种,都有这方面的阴暗,但是大家不会去在乎,那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,以后呢,我会跟大家有更多的分享,就是关于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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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究竟是怎么回事,那么,在这儿呢,咱是慢慢来,别着急,先把道德经弄明白了,在,我们下一部就是,圣经,啊,这个,这个,佛经,咱挑一个,金刚经,那么,圣经呢,挑一部分,大家都能明白了,咱就不讲了,啊, 咱也讲一下,讲到,那个,论语,我也有打算要讲,那么,我们慢慢的,就是,我有一个统一论,那么,再去详细的跟大家分享,讲人是什么,哎,这个过程会很长,估计要,几年,或者十年,八年,我,我自己没有进行过计算,那么,以后我们再讲,那么,老子在这儿,把这个,呃, 人生的这个问题隐含的去回答了,通过道来做了,做了一个,这个,比喻,那么,后面呢,老子也明白,用语言,用文字来描述呢,这个,这个,真的,就是,没法,做道,哎,很有局限性,那后面,他就来了道之出口,哎,道之出口,什么意思,就是这个道,那么,道是什么,他一直在讲,老子前面这儿,三十多章,讲了几次了,道是什么, 他也进行了描述,但究竟是什么,他也没说,不像我什么,道就是一个规则,一个法律,一个法,等等,没有,他只是隐隐约约,那么,在提,也是,他也想描述清楚,那么,他在这儿,再一次讲,道是什么,出口,就是从嘴里出来的,什么,绝对不是呕吐了,那肯定就是语言,嗯,道之出口,道用嘴出来的,去描述了,那就是语言了,淡乎秋味,淡淡的, 真的没有味道,就是你,讲不出那个味道来,其实他也真是没有味道,你硬硬要讲一个味道,通过味道来描述,那只能像前面人们,用淡淡的这种词,就是只能隐隐约约,差不多的那种意思去描述,但肯定不是,跟,真实的,就是那个真相,一点不差,那肯定因为我们是,就这个物质世界的约束嘛,但是能做到这个,其实已经很高了,那么, 他就说,嗯,很淡淡的,没有味道,视之不足见,就是看,看不全面,足全嘛,见,就是整个的这个图,你看又看不到,整个的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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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色相,就是这个,这个,这个, 图像,听之不足闻,不能完全的听到,但是你听到了没有,肯定是听到了,那么听之不足闻,你听,又听不全面,用之不足,但是用起来, 却永远不会完了,这个记就是完了,所以叫,用之不尽,我们走路也用了另外一个词嘛,叫,我们拿来用一下,这叫,用之不尽,用起来却用之不尽,那么老子呢,就是也是,把前面的这种通过,嗯,他用语言文的描述,那么这个人,从哪来到哪去,怎么做, 那么这一个过程,他的描述,后面进行了试犬,就是,也不是说,就是说他所说的那个药,因为他那毕竟是一个打比方嘛,其实我们不需要吃,不需要喝,那,和来的乐,和耳呢,我们也不需要听,但是我们需要信息交流,我们会信息交流,但不是通过耳朵,也不是通过这种吃,没有必要吃,这些吃,实际上呢,就是为了延续我们物质的生命, 哎,使得我们能够明白道理,所以老子呢,在这就是前面段,打了一个比喻,后面段,对比喻,他的比喻跟实际上之间的差别,进行了描述,描述的什么,就是道,好,这一章,我们就讲到这,谢谢大家